黑蜥子十分年鸭海地区的第三不够等过以来 吃饭都差不多而且需要两斗保存 提供相当无用意 靠黑乡主委青年蜜民020 企划出各种黑蜥子的加工品 青春变咚咚咚咚 中处接到现在推出特别的黑蜥子红莱苏 从黑蜥子的海味和红莱的高香 完美和合逢美特别有味道 看起来普通的红莱苏 或是相当的百年 但又看得很久 其中近年报到一粒的黑蜥子 较有像有一位青年蜜民020 因为有感黑蜥子吃饭丹 而且全程都需要的领动才能保存 有处是开发出各种的黑蜥子産品 因营充首加这个来到 他也推出了特别的黑蜥子红莱苏 可以说創新又美美 一般来说因为我们乌鱼子 大家要知道是冬天的产物 那因为我们想要就是永续经营下去 因此我们要想春夏秋 如何把乌鱼子的产品变成加工品 因此这样的发想之下 我们想到了 我们平常吃的凤梨酥也会有凤凰酥 因此我们想说凤凰酥的蛋黄的部分 我们就用乌鱼子来代替 因此研发了这样子的新产品 有着去因年少年消费作均 林依林也在包装上面做出冲心 设计出米饭还有设计感的包装 让这件胖子有担担年纪的产品 来说 成为年少年人的产品 因为我们传统的乌鱼子 整片的乌鱼子都是长辈 甚至是比较年长一点的人的喜爱 那我们为了增加广大的客户群 还有年轻消费族群 就是特别研发了乌鱼子凤梨酥 这样子应景又时尚的包装 我们的乌鱼子凤梨酥做的是长条状的 然后切开之后啊 它满满的乌鱼子 然后乌鱼子经过我们的特殊处理烘烤之后 它吃下去就是不会有腥味 而且软软的很好吃 那很应景的今年中秋节 大家就可以来试试看 里寄乌鱼子的乌鱼子凤梨酥 林怡林彪昔 除了乌鱼子王来说以外 它也推出了各种乌鱼子的産品 尽管乌鱼子变成 乌鱼子干拌面丁産品 希望透过各种創意加工 如果提供较乌鱼子的乌鱼子 也让三亚可以走向新的未来 在乌鱼子转型的部分啊 就是我们除了有乌鱼子凤梨酥以外 我们还有乌鱼子饼干跟乌鱼子干拌面 那这三样产品 我们还有乌鱼子酱 那这些产品啊 其实解决了我们在通路上的困难 就是传统乌鱼子的通路 我们一定要冷练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可以 常温进行配送 那在通路上的上架 就会比较方便我们的延续下去 就是永续经营的概念 那在整个产业上啊 因为我们这样子向前走 那可以带动我们海线的其他的渔民 也朝着新产品加工的方式往前走 然后迈向更好的未来 特别的乌鱼子王来说 无关时间在这里还是送礼都很适合 有幸福的民众 可以透过路上也才来注文 接着领红表彩虹报导